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收看 Mootrophy 今天我们谈的作品是 Secret Invasion 由于接下来的内容一段剧透 所以在这部作品之后 先回来看这部影片 大家在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如果我想到这些实际的支持 可以透过成为会员和Super Fans 好,我们正式开始 Secret Invasion 是今年Marvel的第一部剧集 亦是第五阶段的第一部剧集 而今年的这部剧集Echo 将会在11月一次过上映所有集数 但连Marvel对自己的剧集 都没有太大的信心 那究竟这部剧与厚望 那篇自漫画其中一件大事件的 Secret Invasion 最有的表现如何呢? 当然认为 如果只是评论头三集的内容 只能够清智相细平平无奇 Secret Invasion 头三集的内容讲述 Light Fury 自从在Endgame 之后 便离开地球 光手打造天剑局 而在这段时间内 一直和Light Fury 合作 Scope 的首领 Teros 便叫他那些 流落在宇宙不同角落 过一百万的族人 来到地球避难 但后来 他便被讲出Scope的议会 他老婆便被Scope的剧集派 以Graphic为首的一行人杀死 而他的女儿 Gaya 更加加入了Graphic的拜别 之后议会便推称Graphic为首领 因为Graphic的立场 被Teros更加激进 Graphic认为 Light Fury 没有对应到帮他们找新星球的承诺 于是便打算带领族人 战领地球 而由于Scope 能够变身成任何人 所以Light Fury 只能够独自面对 不过最后 他的副手 Maria Hill 被杀死 他的老朋友 Warmachine 拿着了他的职权 究竟最后 他和Teros 能不能够打败一种Super Scope 顺利解决这场危机 Secure Inflation 总共有6集 但播到第三集 仍然没有太大的惊喜 一来故事的规模 没有漫画那么庞大 涉及众多超级英雄 这一剧集 就只剩下很大机会 是Scope 的Warmachine 以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 Light Fury 一定能够顺利解决危机 之后的Captain Marvel 2 又和他的参与 所以他一定不会死 但Teros 就能说 个人认为 在这件事之后 Gaya 将会成为Scope的首领 继续和Light Fury合作 但究竟 每个超级能力的Light Fury 又如何打败Super Scope 个人预测 最后都要依靠 二三线的超级英雄 客专帮手 但如果最后真的这样 就会和剧集 一直所强调的 这个是Light Fury 一个人的战争相围背 不过单篇头三集 你完全看不到 Light Fury 这个角色的个人魅力 只能他希望 这部剧集 不会需要She-Hook 以上至今期 显文眼评的内容 如果视频更多 这两个影片 记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出去 还要Follow我的IG 你们支持 绝对 下部剧集影片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Mutrophy 我们下次再见